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穷店 大家好,欢迎来到穷店,我是穷哥 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解说 今天我们要分享一部正式改变的冒险电影 真的很佩服当时人们的勇气 感叹世界上中有一些分子在做一般人不敢做的事情 电的名字叫《孤伐重阳》 我们的男主说因为小时候落水的经历 让他害怕水,准确的说害怕游泳 所谓一招被蛇咬十年怕紧绳 但他的勇往直前并没有停止 等他长大后和妻子来到了风景秀美的玻利尼西亚岛上 进行一些科学调查 但在这里让男主对玻利尼西亚人来自亚洲的理论产生了怀疑 因为从当地人这边了解到 似乎是秘鲁人划着木法 很跨太平洋,最后来到了玻利尼西亚定居 当然提出这理论的其实还有一些人 但几乎每个都是理论 本来男主想要报道这件事情 可没有证据的事情,谁能信呢 历经十年的初稿最终被退回了 几乎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收 无非就是因为这东西没有证据 不过出版社的负责人倒是开玩笑说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你不妨用木法漂流试试看 能不能从秘鲁漂流到玻利尼西亚 如果能够成功就证明他们是对的 男主被这负责人打击的不行 自己这么多年的研究难道要化为泡影了吗 生病的他躲在宿舍里休息 可怎么也睡不着 所以他来到了天台上 看着那太阳脑中突然闪现了一个念头 1500年前的古人可以做到 那他是不是也可以 他们是受到了太阳的指引 自己是不是也是 说干就干 不过想执行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需要船员 在酒吧内寻找船的时候 他们听到男主那疯狂的想法疯疯摇头 先不说能不能到那边 就是木法建造的船 在水里面时间久了会相互撞撞 最后将绳索给崩断或者弄松 且木法长时间泡水 很可能会越来越重 木头变重后会沉下去 所以他们都拒绝了 没想到酒吧内有一名 拥有设计能力的销售人员后嘛 主动过来找男主搭上 对方表示做销售很难 肯定比出海难 他愿和男主一起前往壁鲁 不过去之前 男主带他来到一个类似冒险协会的地方 在这里有不少冒险家 有个在极地被冻伤扫的一条腿的老人告诉男主 要去哪里冒险 一定要相信古人的办法 否则会引发意想不到的灾难 这其实已经为后面做铺垫了 现在有了一个船员 当然还需要找到其他人 但在此之前 男主需要解决妻子和孩子那边的问题 当年他们还年轻的时候 一起在雨林中冒险 很多次都险些伤命 但有了孩子后 妻子只想安稳地生活 可男主却告诉妻子 我不回挪威过圣诞节了 妻子并没有破口大骂 而是很沃漏地诉说自己心中的不快 其实不用说妻子不同意 正常人都会觉得男主很疯狂 男主似乎把所有的身家都赌在了这次的研究上 不成功变成狼 男主和赫曼先抵达秘鲁 此时的时间是1947年2月 他们需要的其他船员都在这里聚集了 分别是无线电通讯高手 战争英雄托虚塔 最后就是艾绿克 可以说他是男主的好友 儿时还救过他 算是发小 而且艾绿克还出过海 似乎这五个人只有一个人真正遇上出过海 男主更是一个汉鸭子 这胆子真的有点大 而且男主要的木筏不是现在的木筏 而是和1500年前TG一样的 一样的方法和材料 除了这五个人 黑名毛睡之间的半个摄影师 正好六个人 而男主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 那就是资金 并不是每个人都看好男主这次的冒险 男主知道就找到一个人才可以 那就是毕鲁的国王 因为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证明毕鲁是最早踏入玻璃尼西亚岛上的人 这对他国家来说是荣誉 有了帮助 男主的木筏很快的建立了起来 甚至得到了很多必需品 更是戴上了手术刀 因为谁也不知道在大海上会不会发生意外 时间到了1947年4月28日 今天是男主旅行的日子 一切似乎都准备就绪了 很多新闻媒体都聚集在这里 沿头男主也会拍摄一些纪录片 如果能够成功 这纪录片也会给他带来丰厚的收入 出行的场面真的空前壮观 不少船只还未落在他们的附近 但航行一段距离后就没有船跟上了 剩下的都要靠男主自己 他们也不知道前方会面临什么 不过现在的风向是西风 需要改变方向 不然他们会被摧回去的 可惜木筏的转向似乎卡住了 再加上做人都不是很专业 所以想要改变方向真的有点难 但这些都不需要男主来操心 他需要将这旅程一点点的记录下来 更是在木筏上男主发现了一只螃蟹 似乎他是来一起见证这一切的 原以为这一路会很平静 可夜里男主悬眼的时候发现水边有声响 靠近一看却被吓了一跳 因为旁边竟然都是鲨鱼 鲨鱼无料在木筏边上 一旦掉下去 那后果不堪设想 甚至木头的撞击声 让男主想起了最初血手说过的话 那就是原木会互相撞击 最后扯断绳索 如果他们拉钢尸绳 是不是会更好 但男主觉得1500年前的人可以 他们也可以 而且男主一直寻找古龙的道路 他还记得那位冒险家说过的话 早上起来 木筏上多了很多飞鱼 赫曼在木筏边上方便的时候 其他传说 你要是掉下去 那后果可是很严重的 一旦喝进海水 海水和卫霜反应 只会让你够呛喝得更多 吓得他连忙后退 此时的无线电更是不给力 一直没有联系上 主要是因为他们现在的航行的路线 有点偏离了 所以距离太远根本和外界无法联系 但男主坚持要用正常的漂流方式 古龙可以做到 他也一样可以做到 艾律克提醒男主 现在我们的航行是错误的 方向又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 难道自然漂流吗 男主表示 确实是要依靠自然规则 可大自然可不会温乐的对待你 随便一场在海上的暴风雨都是致命的 众人都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不少人都被吓坏了 这木筏能不能承受得住谁也不知道 方部也被撕烂了 男主更是掉到了水里 再次被朋友给揪了上来 你要说男主不害怕 那是不可能的 就像恐高的人 你让他爬树怎么会不怕 男主怕水 但还是想挑战 还好木筏承受出了这巨大的灾难 现在他们需要收拾残局 赫马和另外一名年轻的帅小哥 发现了可怕的事情 那就是木头长期泡水 在水下已经开始形成木线 轻轻一抓就掉了下来 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 主要是因为木头如果长时间吸水 不仅会变得凶爪很容易断 说了断就是木头变重 到时候问题就大了 艾律克用六风仪测量 发现他们现在的位置太偏北了 如果再继续向前 有一种很糟糕的可能性 就是他们会进入到 加勒巴全岛南方的大漩涡 如果真的进入到那边 想要出来几乎是做梦 而这大漩涡本来就是存在的 原本他们准备进入 无线电联系外界 汇报他们的情况 没想到天线气球被鹦鹉给摇断了 这就很尴尬 长时间联系不上外界 外界还以为他们失败了 当然大海中 还有更加恐怖的生物 那就是金沙 摄影师原本表示 这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金沙也有可能有恶趣味 似乎准备撞击他们的木筏 赫曼非常的害怕 既然用东西准备戳死这金沙 这不是开玩笑吗 险些将大家都害死了 男主安抚其他的传言表示 赫曼只是第一次上来 不管是谁都会害怕的 做出一些不明智的事情很正常 深夜的时候 他们还在海里看到了发光的微生物 说实话 这时候的大海很安静也很美 但这平均的大海 又能奔发出那可怕的杀伤力 赫曼一直在隐瞒着 木头被炮的这件事情 男主更加不知道 因为这要是说出来 可能会引起恐慌 现在他们需要做的 就是将无线电给修好 然后联系外界 这段时间在大海上 大家的心情都不算很好 因为一切确实不怎么顺利 可深海中的那些生物 却让他们目睹了大阵的美 虽然这次的旅途很危险 但有时候收获也是非常的大 可木头出问题终究瞒不住 某次就能准备用防沙龙下海 没想到真的遇到了鲨鱼 要说不下人那是假的 但摄影师因为慌张手上抓的木屑 足以证明他们的木筏出了问题 赫曼表示 现在的木筏正在疯狂的吸水 到时候会越来越重 即使不吸水都可能崩断绳索 男主对赫曼引起的恐慌 非常的不满 当他们修好无线电也联系外界 男主说我们这边一切正常 气势非常的高昂 但事实并非如此 男主没有告诉他们自己遇到的问题 他更是乘坐救生法 用摄影机拍摄木筏的情况 谁料鲨鱼就在附近 他们急忙拉着绳索 不然在这下面非常的危险 而压垮他们最后的稻草 除了那一只碰撞的云木 就是那只鹦鹉落水被鲨鱼给吃了 显然鲨鱼一直就在他们的附近 更是有船员生气的抓一只鲨鱼上来 然后疯狂的用东西戳它 在大海上将做非常的不明智 首先血液会吸引更多的鲨鱼 那他们别想下水 赫曼此时拿出了带来的钢尸线 他让男主用这个将木筏给加固 不然他们可能到不了目的地 但男主一直记得那名冒险家说过的话 要遵循古人的方式 所以他丢掉了钢尸绳 男主这样的做法看起来不明智 实际上是对的 如果用钢尸绳 可能会给原木带来巨大的冲击 最后或许不是崩断的问题 而是原木断裂 当然这也是我的猜想 赫曼郁闷地走开了 却不胜掉到的雪里 好在众人都在旁边将他给救了上来 不然底下都是鲨鱼分分钟叫挂了 男主其实已经有点怀疑自己的决断了 但他还是相信古人能做到 他也一定可以 艾律克作为小时候的伙伴很了解男主 所以并没有说什么 你要知道这是真实改变的故事 任何一个科学研究者 为了探究某种真相 都需要付出代价的 有时候还是生命的代价 当然不会永远都是坏消息 在他们行进大半路程的时候 艾律克发现路线转变了 海流将他们往玻璃尼西亚岛的方向送去 这是一个好消息 那就证明古人确实用这样的方式抵达了目的地 他们用无线电通知了外界 汇报他们的情况 此时距离他们出海 已经过去了101天 他们也终于看到了远处的陆地 但想要进去可不容易 因为外面都是群叫 稍有不剩 木阀崩坏 人更可能发生意外 如果落路至少还需要30天的时间 赫马表示我们可以冲烂过去 既用最后一个烂的冲力 他们可能能飞越过去 但在此之前 他们需要用重物固定木阀 到最高烂的时候割断绳索 到时候就能过去了 不过绳索在七八个烂的时候断裂了 距离最高点还差点 但也没有办法 逃在一切松里 他们都活了下来 虽然古人不一定用这样的方式进入 但他们有这些办法 几个人用实际行动证明 古人确实可以横渡太平洋 1500年前的壁鲁人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在玻璃尼西亚定居的 男主将这段艰苦卓绝的经历 写成了书 更有录像证明 就像别人说的 你要是相信一件事情 会为此放弃生命吗 有些人真的会这么做 就是那些科学研究者以及冒险家 虽然故事叙事看起来平平的 但却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感动 这世界上 总会有一些分子执着于他们的理念 男主也是实实在在的分子 但他至少做了他想要做的 而且证明他是对的 真的很不错 推荐大家去看看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